女人就不要做饭 全部都要跟老公干 今天我买了10斤的骨头 我会给你熬个汤 煮个火锅 药姜 你看今天这个骨头 我花了20块钱 买点要的不 我来给你烧火炖 炖汤 烫火锅安逸一身 就是这个选味 今天我煮了就花了我 100块钱 这个好便 烧火锅安逸一身 这个牛骨头我们来摘一下 先炒水淡个汤 我买了两个猪都会来 我拿面粉来洗一下 猪都好吃了就拿得洗的 再来一盆糖浆水 把牛骨头放下来 还有两个猪汁 再来老蒋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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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锅盖 吃点 这些猪猪以后我们吃一锅就好了 还有碗就好了 要的 根据自己的喜欢 准备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这个是碗碟 再来点萝卜 还有摩鱼 猪都弄耙了 我们把它切成条条 这个是滚的 锅里来点油 我们炒个红锅 放入姜蒜配料 火锅就要起 炒香 再来点豆瓣 豆瓣你们等会想要买豆瓣这么甜 有没有 炒 再加这种炖了两个小时的高汤 这个才香 你们看 变成变成的 我一个小点的 带你放点碗碟 要的 吃饭没得点 还加点不 够了 吃哪个汤吃哪个汤 这个冬天第一次吃 外面的 这个猪猪是我们先都压爬了的 猪猪烫火锅 我觉得吃起来多那种的 有味道啊 好吃 来朋友 一个碗来 我动不动 我吃好的来拿不动 我们要先动做的碗这边冷豆 不是很烫 是不吗 我想吃过了来拿不动 哎呀 我就先动来够了 吃老了 好吃老了 扔倒了 好像有好多斤的 要改一点 今天我可以找 我说 那边我要这个骨头 它旋径的 就没形成干净 今天这个火锅我们慢慢吃哈 就在这儿留 先给我剪个关注 拜拜 拜拜 拜拜